好 说到现在的吴奇龙和刘诗诗 真的是走到哪儿 都是受关注的 日前他们和拍的这个 步步惊心的续集 步步惊心也是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先不说这个收视和口碑 到底能不能和这个第一部相媲美啊 不过有了这对大红人 从筹备到开拍再到这个开播 一直都是话题不断 对 当然这个话题也不能老是聊恋情嘛 是啊 多聊总有点腻味 所以还得关心一下这个戏本身 这个戏本身也真是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点 有一些桥段 那是非常的美人 非常的狗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接下来我们会关注到一场车祸戏 大家知道车祸 你不能拍得太写实 太血腥 但他们这个摔出去的这个唯美范 都超越动画片了 来看一下 这是一场观众再熟悉不过的车祸戏 照道理大家关心的应该是这位叫做心仪的女生 是生还是死 但是由于这场车祸呈现得过于精彩 看过的观众们都将焦点放在了发生车祸的那一瞬间 如果你觉得心仪同学被车撞飞的那个镜头 有些夸张的话 那么他后来飞在空中的画面 肯定已经让你崩溃了 被急驶而来的面包车撞飞 然后还能忍着疼痛 深情的凝湿路边的三位主角 这 这画面真的太美 小编不敢看呐 妈呀 现在电视剧都可以做出这种特效了 好莱坞大片弱爆了 其实他是在空中养用 应该再做个360度转体 然后劈叉倒地什么的 才够帅气嘛 在反复观看车祸片段之后 不少网友立马就联想起了 在电视剧《公所珠联》当中 演员杜淳也曾经上演过 《突破人体极限》 挑战观众底线的一幕 刚才的这一幕出自《公所珠联》的第一集 由袁珊珊饰演的莲儿 恰到好处地从马上跌落 杜淳饰演的十七岩呢 则眼明手快地腾空而起 紧接着五十米滑跪 在莲儿落地之前成功地将其涌入怀中 随后两个人保持着这个姿势 在落营缤纷的树林间旋转了360度 深情对视了长达12秒 有趣的是正在播出的《公所连城》 也就是《公所珠联》的续集 一样成了网友们吐槽的集中地 除了大批黑圆杉杉的桥段之外 在近期播出的某集当中 也出现了一幕看起来 不那么科学的剧情 显然这位中年男子肯定是葬身火海了 而导致他丧失反抗能力的东西 是的 你没看错 就是白菜 一砸就粉碎的白菜也能当凶器 小伙伴立刻惊呼 我们的生活也太危险了吧 又来新年地 编辑报道